哈喽,大家好,我是卡车旅哥 马上午夜了,女儿在寄宿学校上学 等下就回家了,她特别喜欢吃鸡 然后我给她今天在镇上买了一只小公鸡 60块钱,12块钱一斤 等下给她做一个我们徐州的地锅鸡 给她吃一吃,她们一上学也挺辛苦的 准备,开整 先把这只鸡给她剁了,改成小块 这把菜刀有历史了 我以前做厨师的时候用了 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吧 比我女儿的年龄都大 我现在开始剁啊 这个鸡头我们就不要了 放在一边 刀不能够快了 机缩 你们,说明他的头还太很长 坎莓 太少了 鱼 鱼 这一只鸡剁了将近一盆 我给它配的这个扁豆干扁豆 我用水泡好了 这里面放的葱花角 浑香辣椒干辣椒还有香叶 他们不喜欢吃蒜也不喜欢吃姜 所以就没放 我等一下和点面就开始烧了 里面里面加点水 加烧一点 把这个面揉成这样光滑了就好了 等下切在锅里面 这马上就好了 就差不多到里面 放在里面醒一会儿 然后再烧 加入葱 干辣椒 花椒 茴香 香叶炒香 烧第一个 炒香 加点老生抽烤肉 上上色 有点苦 加点清中的铁片 铁片也 加点铁油 没有料油 放铁油再进去 去铁肉 点豆和干面豆 然后又再放进去 铁肉 先加盐 等下鸡肉才可以进去 回来 鸡肉 鸡肉 看这水 基本上超过鸡肉和脸肉 然后再给它刷开 这面现在饧得差不多了 我来把它捞成小的 一小的劲呢 这么大一点 放到这个水里面 去铁肉 吃 吃 铁肉 放到水里面 再准备 放到水里面 我来看看 铁肉 咸肉 的asyon 铁肉 再烧一下,把鸡肉煮熟了,然后我又切笔,尝尝味道 在里面吃放点盐,试试盐的味道,大了去 嗯,差不多,稍微蘸一点,等下再加盐,煮一点,把它水煮完 再加点盐,刚才盐有点淡,再加一点,然后调味 已经三少多,所以已经,好,再放三少多 加点白糖,白糖提鲜,两克吧,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我们就准备馅饼了 好,看看螺丝,这是锅筋 最关键的一点,把这汤浇到这上面 再加一下 全部加一点 等下这个比较有味 比较有味道 刚好里面还剩一个 把它放进去 然后小火慢慢的炖 美味等下出锅 不用了 再烧一会儿 烧个20分钟 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这就可以吃了 把这火烧光 这里面就差不多了 再剩半瓶啤酒 给它喝点 这是我们徐州重宗的帝国鸡 看 这上面水已经 基本上干掉了 没有水了 看看在下面 我来搞一个 搞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看 看 准备开吃了我们 帝国鸡 我们徐州重宗的帝国鸡 我昨天做了厨师的时候 就是上桌 然后连锅一起上桌上去 下个视频我们开吃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旅哥 请帮旅哥转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拜拜 下个视频可以吃